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块土地是在广西 也就是从左市 是我们中国的唐都 美丽唐都 现在我们站在这里这个位置 就是去年我们流转过来的土地 总共是3,000亩地 目前全部是种植的是甘蔗 现在我们所看到是去年种植的 这个树甘蔗 汉期每年一个是乳量比较少 二是降乳量不均 所以我现在推广这个 节水灌溉技术势在必行 一个是从技术背景 还有的浓郁这种积累 才最后做出一个通汉 结测以后选择耐特菲米 那的话就是一个成本降低了 肥肥肖也增加了 因为我们投入是少了 二呢 现在是从规模作业的需要 也是必须要 从现代规模需要的话 必须要上低管 否则的话 现在这个行业 是没办法做的 因为我们种植的时候就是 由奈特菲米这些专家 给我们做指导 也是成本是种宽载行的 因为从我们知道 刚才我讲过 就从我们从设计开始 从农艺 也就是地头天间 包括我们的机械 农艺就是农机 他们就过来帮我们指导 从农艺 这两块应该说 在这两方也是有机的结合 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很大 我们看这个甘蔗 因为是我们去年的树根测 按照现在的表现的话 也就是说现在今年这个甘蔗 应该是在平均应该在十吨这个幅度 也就是说对于像日常农民那种粗放型的种的话 我们产量应该翻是一倍到两倍之间 凤对节能够完成 我们目标呢 基本上是在三十万亩这个幅度 我们公司 也就是说以后呢 就把奈特菲米作为一个我们的 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对的